第九十集 那现在怎么办呢 理顺了整个世界 可江东明却没有高兴的感觉 我们就算推理出整个故事 也只是推理而已 故事而已 我们没有证据 难道傅坤会成为我们的突破点吗 目前并不确定 至少应该试试 但你说得对 事隔年代已久 就算我们的推测全是对的 也很难找到确实的证据 那样只要是纪赵坤一口咬定 法律就没有办法制裁他 戴心荣失踪案 也就很难再继续进行下去 老钱也皱了眉 会面临的这个可能性 令两个男人相对的沉默了会儿 最终还是江东明先缓过神来 他耸了耸肩 乐观的道 传道桥头自然直 现在的情况 比我虾猫胖子号那样调查了几年 却毫无进展 已经好太多了 毕竟 无限接近的事实 不是吗 你之前一直没有成果 是因为丢失了傅城和陆渝这两个关键环节 所有的一切都串不起来 这两个人是隐藏在水面下的 这两个人是隐藏在水面下的 貌似无关紧要 因此不容易引人注意 就算是我 也是在街上无意中看到了小五 而小五又恰好是我抓过几进宫的人 这才受到了启发呀 这算是天网灰灰还是阴差阳错呢 江东明的唇角一扯 露出了嘲讽的笑意 发生在记宅内部 这场秘密的视频罪案讨论会 并没有惊动任何人 朱迪完全没有监视 陆小凡更是料想不到 他猜测到 纪兆军和傅城是同一个人 却又不能百分百地确定 一来 他想对照蓝淑云所画的伤痕图 和纪兆军身上的那一处 二来 他真的想 不 是必须听到纪兆军的亲口解释 或者是承认 他的心里压着这样大的事 又不敢对任何人 吐露着致命的秘密 偏偏 傅敏自从上次醉酒后 就变回了冷淡的态度 让他无法再继续打听细节 以寻找蛛丝马迹 日子过得就如同度日如年 盼着纪兆军快点出差归来 为此 他连晚上睡觉都警醒万分 在梦中耳朵都是竖着的 万一纪兆军半夜回来呢 他太想第一时间见到他了 虽然他的心里乱得很 并不知道这见面后要怎么对比伤疤 又要怎么问他 也是为此 他的睡眠质量奇差无比 转天又要早起 工作量还很大 于是很快地变成了纪宅里唯一的大熊猫 你最近睡不好吗 早饭时 江东明望着陆小凡那重重的黑眼圈 关切地问 由于纪家的早餐时间早 他总是吃完了再到公司去 而且又不像纪兆军那种工作狂 他经常地迟到早退 有时候连晚饭也干得上 正所谓免以食为天 人们在饭桌上 总是很容易熟悉起来 多在一起吃几顿饭 彼此间就自然地亲近和随意了 算一算 他和陆小凡相处的时间 可比纪兆军和陆小凡相处的时间 要多得多 因为秋造 陆小凡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无数 现在都快入冬了 还秋造 可惜是对桌而坐 江东明点不到陆小凡的脑门 哦 那就是因为换季 又胡说 到了冬天 人更喜欢睡觉 不然 为什么狗熊会冬眠呢 你说我是狗熊 没说你 干嘛这么敏感呢 再说 你也比不上狗熊 人家胖端端的 多可爱 看你 瘦不拉击的 抱起来手感一定很差 你 你别吃我做的饭了 冬眠去吧你 睡不好的陆小凡有点火大 同时站起来 试图抢夺江东明的餐盘 江东明自然不给 还愉悦地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坐在一边当透明人的朱笛 就敲了敲果汁杯道 大早上到不吵好吗 头疼 自从陆小凡担任了营养师 并长时间地陪伴季为之之后 朱笛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陆小凡还会以为 他会出个门逛街访友什么的 毕竟他之前 把自己生活贫乏的过错 都怪为技家工作上了 但是这朱笛并没有 他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除非必要 否则很少出来 还神出鬼没的 说好听点像个隐士 说不好听点 就像个十八世纪 身居在古堡里的老处女 又因为他常年不晒太阳的原因 脸色苍白得更厉害 加上他过瘦的身材 习惯性地披散着长发 以及爱穿那种 长到脚踝的裙子 整个人就像玩视觉艺术似的 我没有啊 陆小凡立即反驳 但有点心虚 也觉得和江东明 这样打闹有点不好 虽然他是无心的 可是这样子 确实显得过于亲近和亲密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朱笛摊了摊手 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 这世上只有感觉才能在你心里开花结果 陆小凡抿紧了唇 果然不出声了 因为他觉得他会越描越黑的 他不懂那些心理学术语 或者是金灵鸡汤之类的词汇 但他不是个笨蛋 能感觉出朱笛想引他说话 说多错多 他嘴浊 倒不如干脆装哑吧 最重要的一点是 朱笛已经失去了 开始时给他的那种热情友好 和温文尔雅的印象 事实上 朱笛也懒得装模作样给他看了 于是最近 他们的关系 比公司里合不来的同事之间 还要疏远些 或者是因为他帮助纪为之 令朱笛觉得地盘被侵犯了 但实话说 越是多接触 他越觉得朱笛古怪 什么样的忠心和心态 能让一个女人 愿意葬送最美好的青春 就像被活埋在这个 巨大而空旷的纪宅里 哪怕是拿着高得吓人的高薪 这朱笛也不至于 连自己的生活也放弃 自己的社交也断绝了吧 这样 真的就无所图吗 你最近是不是多梦 朱笛见陆小凡闭嘴 只得主动挑起了话题 陆小凡不得不说 人家好像是关心他的睡眠呢 伸手不打笑脸人 他只得含糊地倒 也不是了 就是睡不太踏实 可能最近太累了 以你的年纪和良好的身体状况来说 疲劳会令你睡眠更好 所以我猜你是心累 白天思虑过重 才造成晚上多梦少眠 以科学的理论来说 梦是现实的反应 也是现实的延续 朱笛说的意味深长的 不过还有句诗歌 现实是梦境的终结 梦是最真实和直接的 有时候反映了所谓理智 都不曾察觉的问题 太复杂了 我智商低 我智商低 听不懂 陆小凡很不客气地回答 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发火 但朱笛成功地挑起了他的怒意 他是温和有理 不爱计较 那是他的教养和善良 那是他性格好 并不是任人欺压和愚弄 朱笛这样阴阳怪气 亦有所指的说话方式 已经令他非常的厌烦 同时 小凡起了身 开始收拾餐桌 结束这顿早餐 然后各自去工作的意思 很明显 江东明是没见过 这样的陆小凡 倒是配合地放下了餐具 不懂没关系 朱笛站起来 却并没有闭嘴 因为有时候 你的梦比你更清晰 若你辨别不出事实的真伪时 相信你的梦总没错 我更相信我自己的心 是吗 朱笛微笑 那难度很高啊 话说回来 你睡不好 是不是因为想着奇怪的事 又不能确定 所以心里纠结万分呢 是他发现了什么吗 陆小凡和江东明 几乎同时心里一抖 又同时在脑海里冒出了以上的疑问 不过江东明是个笑面虎 很少喜怒形欲色 脸上根本看不出来什么 难得的是陆小凡 尽管朱笛这种突然性的问题 很容易刺激到人 但他居然把情绪控制得近乎完美 还恰到好处地露出了迷惑的样子 朱笛快速地打亮了两人一眼 尤其是陆小凡 随后转身出了餐厅 回到楼上的房间 他立即打电话给他唯一的盟友 那位声音嘶哑的 名叫小红的神秘人 江东明无法预料 但陆小凡肯定还有什么也不知道 他那样没用又愚蠢的女人 甚何情绪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刚才我炸了一下 他就算在膝下待得太久 就到我不放心 却完全没有怀疑到纪赵军的身份 他若知道 刚才陆小凡的神态和表情 都是伪装出来的 大概会气得挠墙 事实会教育他 永远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哪怕这个人 看起来是那么的平凡渺小 因为人类潜能是无穷的 而今早的最佳女演员陆小凡 在打发走江东明后 心思重重地度过了平静吴波兰道 好像死亡了的一天 和往常一样 只是他晚上更加睡不着了 在考虑着真假计赵军问题的同时 还在推测 朱棣早上的话是有心还是无意 还有 在整件事件中 朱棣知道什么吗 察觉到了什么吗 毕竟他在八年前就常住纪家 他还是纪赵军亲自招来做家庭护士的 应该对纪家的每一个人都特别熟悉才对吧 假如现在的纪赵军 真的是复成假冒的 那之前的纪赵军 又和朱棣是什么关系呢 要是朱棣洞悉了一切 那他又为什么不出声呢 还是他暗中 筹谋着什么阴谋诡计 又或者 他有没有可能 什么都不知道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照之前江东明的说法 最初确定 被裹成木乃伊一样的伤员 就是纪赵军 正是朱棣 这让陆小凡 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越是接近纪家的人和事 他就越觉得 朱棣像个幽灵 所有事情上 似乎都打上了他的印记 他真的 只是个单纯的护理人员吗 那江东明呢 真的只是看 殷亲表弟不顺眼 所以习惯处处作对 他就没有心底的诉求吗 或者 他就是为了单纯而狗血的 为了争夺公司的控股权 为了报复 初恋情人戴新荣的 移情别恋 他看似处处帮他 难道 就没有他自己的目的 要是傅城和纪赵军 真的是一个人 那兰姨又和纪家 以及纪为之 是什么关系呢 再者 失踪的戴新荣 到底和哪一个纪赵军 有感情 他到底 知不知道自己嫁的是哪一个 在失踪之前 他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没有 他的失踪 与真假纪赵军的秘密 有关系吗 假如他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并且威胁 要公之于众 那么对于他失踪这件事 简直就是细思极恐 陆小凡越想越害怕 只怕自己深爱的 很可能是爱了十年 又两度一见钟情的男人 是个可怖的恶魔 可是他的心里 又一种声音在拼命地敲着警钟 告诉他 无论证据多么明显和直接 有的人也不可能是魔鬼 这是他身为女性的直觉 他从未想到 追求真相的路这样难走 好不容易穿越了一片迷雾 却陷入了更深更广 更浓重的新迷雾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清晰的光明 而若大哥记家 本应该复立堂皇的豪门 到底掩藏着什么肮脏的秘密 这时候 陆小凡其实更想能回到从前 懵懂无知 简单直接 低调平静 全部的苦恼 就只有爱或者不爱 走或者留 那样的话 会不会更快乐些 不知道为什么 陆小凡忽然想起 那次和朱棣在后花园 看蜘蛛的情形 本来自由快乐的飞翔小虫 不经一落在周网中 结果无论怎么挣扎 也无法逃脱 只能等死 现在他就有了这种感觉 仿佛祭兆军的身边 包围着无尽的黑暗 他走不过去 唉 要不试试死去吧 这种睡眠疗法 再看看表 发现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而自己却越来越精神 陆小凡觉得 有必要强迫自己睡一会儿 再这么熬下去 这秘密没揭穿 他自己就得先趴下 其实那是四七八疗法 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医生发明的 陆小凡无意中 听刘春莉说起过 却从来没有试过 毕竟他是那种 从来不知道 失眠为何物的人类 据说 坚持几个循环就会有效的 但他却酝酿了很久 也才仅仅进入了 半梦半醒的状态 也就是此时 他似乎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立即就惊醒了过来 纪宅装修高档 本来隔音效果是很好的 不过在寂静的山区别墅 在三更半夜的时分 最细小的声音 也会被放大数倍 若再有心留意 就很容易听到异常 陆小凡一咕噜坐起来 因为起身太猛 脑共血不足 他眼前一阵一阵发黑 但是他的耳朵和心 却记在了门外 要知道 走廊的地毯很是厚实 走路的声音 一般是听不到的 所以他断定 那声音 绝对是开关门引起的 并且 与自己这里无关 确切地说 是来自纪兆军的房间 那是不是说 纪兆军出差回来了 真的是半夜才到的家 但是 是来自纪兆军的家